- 上次你做了中式甜品給我吃,我知道你欠了少許甜品,今次我做了西式甜品給你吃 蛋糕! 哇,不得了,祖男最喜歡吃這些東西 因為最喜歡吃蛋糕 其實蛋糕在歐洲的時候不太容易吃到 尤其是生日蛋糕,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相信一個人生日那天 是最容易被惡魔入侵的日子 於是親戚朋友就送祝福和蛋糕給他 希望他能夠抵禦惡魔入侵 還有,生日蛋糕以前是貴族皇室才能吃到 吃完我就整個都貴了? 當然 吃完後我就會變成黑李王子 那我就是查理斯王子 那你就是我爸爸 其實蛋糕我們這次的餅底是買回來的 我們純粹… 再試試玩一下 我們在中間試多一半 你幫我吃一點啤梨 好的,我們分開兩層 中間就夾一些士多啤梨 放在中間 好的,你想碎一點還是圓件?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圓件比較漂亮 好… 雖然一會蓋著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覺得整顆士多啤梨好像很開心 其實吃了甜品多的人 你覺得是否特別甜一點? 我覺得整個人比較開心 因為有些糖分出現了,對吧? 甜品其實是我普通的 我喜歡吃鹹,鹹的東西 所以現在才像成了這種性格出來 鹹一點嗎? 不是,有內涵嗎? 是啊 我吃得鹹的東西多,入了裡面 入心入肺,所以內涵就變多 這個鹹也有道理 你又吃得甜的東西多 所以現在令你嘴甜洩滑 是啊 嘴甜洩滑其實沒有天生的 是嗎? 是啊 只有後天培養 為什麼後天培養? 是啊 你可以慢慢放上去 不如說說口甜洩滑 因為我覺得其中最簡單的就是 你說的冷笑話 就很容易哄到異性開心 那些懶惑 是啊 懶惑是最快可以做到這種 打破隔膜的方式 那倒是 有時候大家笑一笑 就好像大家熟了 為什麼我會釀成這個 說懶惑的興趣呢? 其實都是跟盧大衛有關係的 為什麼? 當年我做EYT的時間 盧大衛很喜歡拉到我一邊 說長仔… 給你一個笑話聽聽 好笑嗎? 好笑嗎? 他找我來試劇 但是其實很為參本 他說的笑話 我可以舉一些比較一般的 你聽一下 好 例如就是古四字用語 叫做食煙辣雀手 食煙辣雀手? 是 很難猜的 煙在以往 大家就叫做強 是 給一支強來 就是給一支煙 是 食煙 怎樣 為什麼會辣雀手 首先要拿著煙 拿著煙 就是牽強 可以辣雀手 因為燒到尾 他說牽強到盡 我說這個笑話 就是牽強到盡 其實很牽強 但是有些是不錯的 是 有一個很記得的 他就考我 他說 祥仔,你知道嗎 便宜的香水和貴的香水 哪種香水的味道 能夠維持得最久 你覺得嗎 二分之一 看看你猜不猜中 便宜的香水和貴的 當然是貴的 聞得最久 不是 答案是普通的香水 為什麼呢 因為普通的香水 是比較普遍的 難怪你現在的爛字 這麼難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些很快 短短的 又可以做到 氣氛和感覺出來 拍攝唐心的時候 我會找一些 比較年長的演員 尤其是女藝員 我們會跟他聊聊天 鬥一下他開心 讓他覺得 日子比較容易過 是 所以當時 詩琦姐 菊姐 米雪姐 這些經常被我捉住 說一些很簡單的笑話 哄哄他們的開心 那捱坑底夜的時候 又可以精神一點 沒錯 我會跟米雪姐說 米雪姐 你知道你屬什麼嗎 我屬什麼 為什麼這樣問 沒有,我想告訴你 我是屬於你 又或者是 這個是手背 這個是腳背 你知道你是什麼嗎 你是我的寶貝 這些真是 我想在你那裡買一塊地 我想買你的死心塔 哇 這些真是 土味情話 土味情話 但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比較小朋友 會跟他們說這些 怪事 這些是追女生的秘訣嗎 祥哥 很棒 再加上這個醬油 所以祥哥真是祥哥 有了你 一切都會變得肯美 所以說到口甜說 真是點擊祥哥你 厲害 這樣做得… 你都說我做得好 對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心意 沒錯 我們自助開心 我們旁邊也可以圍一些餅餅 因為時間是 我們把餅餅黏在旁邊 好… 奉獻章是第一次嗎 奉獻章是第一次 都是只有你 這個蛋糕看來也不少東西 對 很多東西 你不見了嗎 還有粉紅色的糖粉 不要浪費 我再做一層忌廉 好… 這簡直是一個雪山的蛋糕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做… 即是一生人裡 第一次首次做蛋糕 是 為什麼 因為今天播出的翌日 就是我們的… 梅監製的八十大壽畫 沒有… 不要這樣說 這塊蛋糕真的要 特意送給他 是的 祝賀他 希望他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沒錯 重要是永遠都這麼漂亮 對 正所謂梅小偉 世上最美麗 HERFDAY 生日很多人都會吃蛋糕慶祝 而我 就喜歡吃長壽麵和壽土包 覺得特別有意思 不要說我老套 我這些叫做練不夠 以前做蛋糕一般都是用焗爐的 近年就興起用電飯煲 甚至氣炸鍋 其實只要肯多作嘗試 自然可以得出更多的好辦法 好,八九一趟 說起生日這個話題 對於長哥來說 印象最難忘的生日是甚麼時候 其實我沒甚麼 沒甚麼生日 每年都有 我每年都有生日 但我不太重視 可能入了這行 你知道入了這行 你沒理由 為了吃飯 為了甚麼 請假 請假 因為這行 你知道假日又開 甚麼時候都開 你很難度量到這麼多 慢慢慢慢 好像淡化了 對這些日子的觀念 是 我以前很喜歡慶祝生日 是嗎 慶祝生日 真的大排延職 吃完飯後 還要去卡卡卡 唱歌 喝酒 但你過了這些 比較微爛的日子之後 你會覺得 不知道為何突然有一天 就180度改變 30歲開始就會主動覺得 我應該縮少一些朋友的慶祝 反而少一些朋友可以多聊天 甚至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一定會叫媽媽一起 跟我慶祝生日 因為其實美其名叫生日 但其實應該叫母難日 就是媽媽受難那天 所以那天我覺得 那些朋友跟我舉杯慶祝 說喝酒 生日回家 我說最重要是跟我媽媽喝一杯 對 又讓我媽媽來 又開心一點 可以見一下我的朋友 慶祝生日 媽媽是很重要的 紀念你出生的日子 媽媽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以前我媽媽慶祝生日 就是通常我舊歷生日 你知道你和朋友多數是新歷 通常都不會在一起 我媽媽以前如果我們生日 我們兄弟姐妹也是 一定是她煮一頓飯 是嗎 有雞、生菜、排骨 很多這些平時很少做的東西 這樣就幫你慶祝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 不知道今天的心理測驗 會不會是… 關不關這個生日 是 有工仔 這次的測驗很簡單 只需要回答你憑直覺 我覺得是誰在偷笑 C C 我覺得是B 你先給觀眾看看 對 不知道為何我覺得是B 直覺而已 對,直覺而已 好,看看大家的選擇 又代表著甚麼 好了,這個測試 也是測試你的讀心能力有多強 哦 不厲害 A A 就是這個 A A 你的第六感、超能力 最準的就是洞察別人最討厭的是甚麼 正因為你的敏銳 令你可以利用自己的第六感 避開不喜歡你的日 找到你的真心日 哦 B 是甚麼 你擅長的就是 揭穿戴著面具的偽君子 哎呀 你的直覺非常準確 所謂的讀心術就是你 具有的特別能力 哦 C就是我的選擇 C就是你了 你是最有可能成為超能力者 超人 因為你可能具有洞察他人前世的能力 真的嗎 那你就可以比美羅蘭姐 你可以做文米 文米歡呼聲有多少 所以如果有人想埋你身 通常都是白費心機 因為你一眼就能夠感覺出 跟對方到底有沒有緣 你這個人很緣 你這個人很緣 我跟詩琦姐多而已 為甚麼 她一眼就看得出 你是人是鬼 這裡不是法庭 我的眼睛就是證據 那你跟詩琦姐多 你的讀心能力應該挺強 應該可能是我電台訓練 因為那時候 我去上司機訓練班的時間 譬如我的恩師、魏秉郎 鄧偉林都會教我們 你訪問的時間 你一定有兩個步驟 是 必定要做的 第一 就是首先 你要跟她溫暖的時間 你要給予充分的信心對方 是 受訪者覺得你是尊重她 你是了解她 你不是隨便跟她做訪問 第二是甚麼 要整個訪問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用眼睛盯著她的眼睛 不要離開她的視線 令她很集中聽你說話 以及跟你溝通 而且你很容易… 因為人家說眼睛是靈魂之槍 很容易在眼睛裡會洩露 究竟她想逃避你的話題 還是很誠懇回答你的話題 我覺得這個很有用 對 這個訓練很有用 而且如果你真的令對方很放心 而且你了解對方的心情 令她很放心跟你說話的時間 她真的很可能不小心 把她心裡最深入的秘密 會跟你分享 我記得有一次我訪問Sami 我訪問Sami 其實我們閒話家常之餘 我突然拋出一條問題 對,你這一剎那裡最想念是誰 突然這條問題 可能就這樣按摩到她 或者她剛好有個親人過了三年 她就立刻捉到她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讀心能力 對 對,對觀眾來說 更加可以知道真實的她 究竟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很有用的 其實我們做演員也很有用 因為我們訓練班的時候 導師也會教我們 其實我們要了解日更多 叫我們觀察更多 就算我們去茶餐廳也好 吃飯也好 盡量觀察更多我們的環境 是 我們的人 我們演戲的時候可以多些資料 有時候為了配合角色 都要專程去做一些研究 真的去接觸那些人 會的 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拍得起 低一點的天空 做一個競聯的人 很好的 當時製作方面 安排我們去競聯那些庇護工場 是 因為他們競聯的患者 有時候有些庇護工場 讓他們開始工作 又可以找少許生活費用 又可以提升他們的自信 和能力 至少他們覺得我不是坐在那裡 讓別人救濟 而是用勞力去換取一些步驟 沒錯,我們又會跟他們聊天 其實那個過程也學到很多東西 是 因為你會了解到他們的心態 你不單純是純粹在形體上去看 看競聯的人 在哪些地方扯著 抽著 而且你會看到 當他們說話的時候 他們怎樣可以用力 因為競聯的人 就說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肌肉 甚至說話 你的嘴可能抽了上去 你會明白他們很多時候的心態 和你會了解到他們面對什麼困難 令到我們演出的時候 或者我們平時面對這些人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困難 這對我們演員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和去理解別人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不單純是你們做電台 我們做演員 是需要了解別人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接觸 其實你多點了解對方 是增加大家的溝通 也減少很多誤會 我時不需要說要做什麼讀心術的 有什麼想了解對方的 開口問 對 我覺得有時候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就像你所說的 直接一點 是 我問你答 你肯和我分享 你講了的話 我就直接知道你想說什麼 沒錯 而且有時候很多誤會 就是因為大家 不了解不溝通 其實多了溝通和了解 我相信大家整個社會 人與人之間相處都會融合很多 是 所以你有什麼開心的 不開心的 儘管就跟我說一下 這陣子欠少許錢 你不知道有沒有 當然有 我欠一億就當十億了 是 那真的好了 滑雪 滑水 滑雪 滑水 滑雪也不怕 我覺得滑雪 好像比較實在 滑水 掉進水 好像沒有安全 還有滑雪的衣服 有型 滑雪有浪漫 靠富剛 靠自己 當然靠富剛 我靠不了 我多想靠富剛 大佬 你想想家成是你爸爸 當然 如果家成是你爸爸 你靠不靠他 你做不做 我不靠他 我不會靠他的 因為不用靠他 其實平時他只要這樣 拾給我都夠 挑戰全球最恐怖鬼屋 挑戰全球最恐怖過山車 過山車 為什麼 我不怕過山車 是嗎 是 我試過玩過的過山車 垂直地掉下去 是 是 很斜 我也不怕 是 我以前很怕過山車 但後來我跟自己說 放心吧 我應該不會掉下去 是 一直在玩的時候 放心吧 你不會掉下去 這樣催眠自己 真的會不怕 但你會選擇嗎 你也是選過山車 我也是選過山車 因為人生其實就是過山車 有蟑螂飛進口 有隻四腳蛇脫了尾部 進耳朵 怎麼搞的 誰選擇 兩人都不選擇 唯有選蟑螂 因為如果尾部進了耳朵 你真的有很大件事 一定要做手術 但吞著蟑螂 我覺得應該不用做手術 不過那幾天的胃口會比較差 但我寧願選四腳蛇 我一生最怕蟑螂 是嗎 不要蟑螂 不要蟑螂 不要蟑螂